郭文貴議員 烤雪木的 標準 那個誰要參加考試的趕快來跟我們借 跟黨提門贏 出租啦 準備了一個小小的紅米安芽 這是木炸地區的貓茶丁的那個 細胸啊 是不是這樣 細胸啊 好 這個就跟你們送給大家 感謝 感謝 我是考選部的主任秘書董忠 這次非常高興的到宜蘭縣政府來看一下 宜蘭的同仁幫我們辦國家考試這次的高明考 那考選部其實很重視宜蘭南洋地區的子弟們 因為大家還要過一個雪睡 到台北去參加考試 其實雖然說近不近說遠不遠 可是還是要周車勞頓 所以說考選部在還有院長 考選部的部長 我們想到南洋子弟們的辛苦 也在林縣長的大力的支持之下 我們在去年的111年的地方特考 就設了宜蘭的考區 那今年呢7月份我們再一次的加碼 會南洋子弟呢 再加一個高補考 希望透過這兩次的中央跟地方的考試呢 能夠讓我們自己的子弟 在自己的家鄉上面能夠好好的發揮他的屬場 能夠當一個公務員 能夠考上安生立命 成家立業 在自己的鄉親為自己的 縣府或者同仁或者是百姓 來付出貢獻他們的心力 就是考選部還有宜蘭縣政府 大家一起共同的期待 那當然在縣府裡面的幕僚單位 就是人事處的幫忙 那今天剛好我們的房處長即將融退 那我這次特別到縣府來 然後我們準備了一個感謝狀 和一些禮物來送我們的房處長 希望他能夠聾退之後 身體健康繼續好好的 雍雍走走八山看台主人 請坐健康 好 謝謝 有這個機會 受到考試院還有考險部的青睞 在我們宜蘭縣第一次受立高普考的考區 那從有高普考考試以來 從來沒有在宜蘭縣考區 所以我們早期的宜蘭縣的鄉親 一定要應國家考試 一定要坐車勞頓的到台北去應試 那在寺廟縣長任內 他就積極感受到宜蘭鄉親的困境 所以積極的指示 我們需要去爭取這兩個考試 在宜蘭設立考區 那經過我們不斷的努力 也受到考試院院長 還有考險部部長的認同 那我們今天終於有那個機會 來承辦這一次考試 那這個考試其實規模是蠻大的 就今年而言 大概有1300多個我們宜蘭的鄉親 可以在宜蘭縣來參加這個考試 那也非常感謝 護新國中能夠非常地爽朗地借了我們這個非常好的一個市場 讓我們鄉親可以在宜蘭市的市中心來應試 也不用再跑很遠 那護新國中的交通是非常地方便 所以這個部分要特別地感謝 護新國中的全體師生還有校長 那其實整個事務的運作是在我們縣湖 在秉承的寺廟縣長的指示 讓我們人事處當然是積極地來籌備 那所有的監視人員 我們經過兩個場次的監場考試 然後才有花給證照 那這些監視人員 都是我們縣內現有的教師或者是公務人員 那也謝謝他們能夠放棄他們的假期 來為我們鄉親服務 我們也希望說這一次的考試 能夠為我們宜蘭縣所有的子弟來服務 那讓我們的宜蘭鄉親不用在宜蘭縣 可以非常非常的安心在我們自己的家鄉來應考 那也不用說怕說遲到或者忘了帶證件 那馬上家裡都可以幫你們送到證 所以我覺得說這個考試在宜蘭順利考場 雖然我們人事處的同仁還有這些監考老師都比較勞累 但是我覺得這個勞累是非常值得的 一定是可以順利的搭載結束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